大家好,自我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是CFA Level 1 就是給大家2021年5月的項目 當然,待會也會介紹下一年的CFA Level 1 其實不止過往的兩個項目 接下來會更加多 但是如果你們想在這個時間報這個班 我們的課程和時間編配 主要就是2021年5月 Level 1的項目 先講一下今天的內容 首先,主題當然是關於CFA 我會講一下關於CFA的課程 究竟如果你有CFA的話 有什麼相關的工種,尤其是適用於香港呢? 我也會採用多一點點 就是一個我們叫做Sample Lecture Sample Lecture 其實這個內容是如果 你報我們CFA的課程的話 其實正正就是 來近這個課程裡面的資料 最後我們… 你好 最後我們今天會有一個項目 就是按一個… 就是我們由學校那邊 就是Clappin那邊 介紹給大家 那就是關於什麼呢? 關於… 如果… 你們報這個課程 那究竟那個課程的 structure 是怎樣? 隨便可以坐 就可以了 好 因為有些… 因為今次呢 就是這個Seminar 其實就有… 比如大家… 如果各位親自來呢 就有Physical Class 那另外呢 其實都… 同步都有個Zoom的 那當然我們都建議 就是…如果你有興趣報的話呢 就加入一個Physical Class 都可以感受一下 其實… 到時實際上課的情況是怎樣 是啦 好… 那… 可能陸陸續續都有一些… 同學會來啦 那但是… 我未必想… 就是浪費大家這麼多時間 那我自己介紹一下先啦 那我就… 叫Chris 那就是… 來近5月2021年 其中一個… CFA Level 1 Class的… 老師 是啦 那少許關於我的… 背景呢 就… 當然… 就是… 我教得CFA 那當然我有個CFA的… 帳戶好達啦 是啦 那另外就是… 我在香港讀ConU啦 是啦 那如果你說… CFA以外的話呢 其實我也… 有考過… ACCA啦 是啦 或者如果… 因為我年資比較深 所以也變成了一個… FCCA 如果大家熟這個… 課程 就是英國會計師公會 那FRM 其實… 就是… 我很久… 很多年前啦 就是… 十年以前… 其實都… 過… 那時候其實FRM 還只有一份 paper 是啦 那我也知道現在FRM 都要分兩份 paper 是啦 所以那時候比較划算 是啦 那另外就是… 就是… 近幾年就… 都… 在… 有時間的底下 我都讀了一個 Law Degree 那當然… 這個不是… 什麼… 考試… 什麼… 鬥多… 還是怎樣啦 但是如果… 個別你們有興趣… 知道一些… 不同 qualification… 譬如CFA比較其他… 究竟誰對你們… 實際的工作用途大小小… 那你separately可以去問我的 是啦 那就是… 讀還讀 那我畢業了這麼久呢 其實… 我一直以來都是在銀行界那裡 是啦 那就… 前後在兩間… 香港都… 挺主要的銀行那裡工作著 那包括現在我… 在當中的其中一間 是啦 那當然這個… 就… 不方便講著啦 是啦 我就主要就是一個前線的職位 那就… 對象呢 就是我的客戶對象 或者我的公司業務對象 就主要是… 可以… 可以是一些… 大家… 以熟能長的一些公司啦 是啦 可以這樣講就是一個… 對於… 企業… 因為銀行來講 會增加增加到的 就是其實… 或者大家… 可能都是我的行家啦 其實就… 基本上呢 在銀行界裡面呢 其實就… 不外乎就是企業銀行 就是我現在做的環節啦 個人銀行啦 是啦 個人銀行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包含是 私人銀行啦 是啦 或者其實… 在… 一些部門我們叫財富管理 包括可能做些基金啊 包括可能是… 一些相關的… function 但是… 這個範圍其實就… 遠遠不止… 是… 這幾樣這麼少的 其實… 那待會會再增加增加多些少的啦 好… 那… 今天的 agenda 剛才都跟大家講過啦 是啦 那首先就是… 會講講我們的CFA的起源 很快很快講講CFA的課程 是啦 那這裡不會講那麼多… 歷史的啦 其實都會很快很快飛過 但是… 我想跟大家相關少少少就是說… 在CFA的課程裡面呢 那…我們究竟… 有些什麼相關的… career 可以給大家… 就是… 拿到這個 qualification之後 可以去考慮 或者… 可以幫到大家的呢 是啦 那… 那… 當然就… 要拿到CFA Charter的Holder 我們要有個… 對整個program的overview 那我都會簡介一下 怎樣… 最容易的方法 去拿到這個 qualification 那… 有一個demo lecture 就是按Equity Equity就是股權投資 那最後呢 就是… 學校那邊呢 會介紹回 究竟整個… 我們的… Capan的learning class來講呢 究竟的structure是怎樣的啦 那… 是啦 那這一部分我會… 可能大概十分鐘左右而已 是啦 不會用大家太多時間 是啦 其實… 大家聽得清不清楚的 其實… 清…清楚是嗎 OK 是啦 如果不清楚可以隨時說 因為這些版呢 其實我… 對上一個課程我教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的 是啦 可能是因應這個疫情 所以… 正了這個版 所以不知道聲音的效果怎樣 如果… 不夠大聲的那些可以隨時說 香港呢 請… CFA Charter Holder的人就非常多 基本上你… 講得出主要的銀行呀 投行呀 或者那些金融機構 甚至非銀行的機構 譬如… 一些上市公司呢 很多… 大家看一下年報 如果有看開 譬如看一下管理層的背景 或者如果大家… 譬如有看過報紙 很多寫專欄的作家 很多時候後面… 都要整個Coma 接著就是CFA Holder 是的 那所以… 拿到這個… 資力 不代表大家一定找到一份很好的工 但絕對… 就是… 你見那麼多人都… 很夠膽 或者很想把這個資力擺出來 其實都是對… 大家… 在這個行業… 金融行業裡面… 那個… 知識的一個認證來的 那… 我家銀行就… 不在這裡出現的 所以都… 大家都不需要特別去估 好… 是的… 那麼… 再下一部分呢… 想說多一點點就是… 那麼… 那麼多不同… 在香港始終有個金融城市 雖然你說Covid-19 很多銀行或者很多金融機構 其實那個招聘的易欲不高 但是呢… 其實… 總括來說呢… 就是… 我都… 有些經驗 其實在整個亞洲… 歐美我不敢說 始終歐美未必是大家都… 很… 樂於或者很想去探索的地方 是的… 但是如果在亞洲區來說呢… 以工作職位 關於金融業來說呢… 其實就一定香港是最多的了… 那麼… 很多人經常說… 會不會吃冷氣機 有時候他們的聲音比較大… 以香港來說呢… 其實如果很多人說… 新加坡會講過… 上海會講過… 其實那麼多地方講過… 但是呢… 我在工作方面看到的資料呢… 其實香港的工作機會… 或者它的那個… 市場規模… 就是大家… 譬如可以看那個… 每天的股票交易量… 其實它的國際性來講… 或者它的機會來講呢… 我想在亞洲區… 其實… 就算你連東京… 都比不上去的了… 那麼… 很快講一下… 有些什麼環節… 或者有些什麼工種… 是的… 傳統劃分呢… 在金融行業呢… 我們有說… 購買賣賣賣賣的… 但是很多時候… 你只是說購買賣賣賣… 你不是行樂的人呢… 大家都未必聽過… 那麼… 可以再… 逐樣逐樣去… 給大家一點點想法… 那麼… 購買賣賣賣… 怎樣去理解呢… 很多時候購買賣… 就直接… 這個… 比較… common sense去理解呢… 購買賣賣… 就是… 我們會去… 就是… 那個工種… 會去負責… 去… 購買賣的決定… 那麼… 這個… 在行業來講… 大家最容易想到… 一定是基金經理… 即是說… 或者這些… Trader… 基金經理… 那些他們負責什麼呢… 例如… 如果我基金經理的… 我管理基金的… 我當然是負責買很多… 不同的股票… 我買很多… 如果我是負責一個債券… 其實… 即是CFA課程… 會逐樣逐樣講… 但是師傅… 即是… 你的… 工作是什麼… 或者你的基金是什麼… 那你如果是一個… 購買的話… 你就… 主要的決定… 就是做一個購買決定… 那… 而至於… 以人數最多來講… 即是… 工作來講… 人數佔整個… 香港金融業最多… 一定是銷售的了… 那你說得出的… 無論你是… 保險的銷售… 譬如像我那樣… 我是做前線的… 我是對企業的… 我是給不同的… 一些… 銀行的產品去的… 或者… 如果我是一間投行… 我是幫一些企業做M&A的… 其實這些… 都可以是… 歸納於sale side… 是的… 那… buy side…sale side… 其實就… 這個… 傳統的劃分… 其實… 有另一個… 程度可以看的… 不過這裡… 不會特別大講… 是的… 那… before… 我們去下個slide… 想提一提就是… 我們… CFA課程… 學到的知識… 應用的地方… 就遠遠… 不在於… 或者不止… 我們說的… 一些… 一些… 銀行… 金融機構… 或者… 一些… 保險公司… 其實更加多… 就是… 你會見到… 現在… 在職業… 那個場所… 正如剛才提到… 一些… 尤其是上市公司… 對於… 我們… 每個人的資歷… 要求… 越來越高… 老一輩的… 上市公司… 你可能… 一個大學… 已經… 寫了… 一個項目… 但是你會越來越多… 看到… 尤其… 如果你是做一些… 尤其… 成員… 譬如可能是… CFO… 可能是一個… 我們叫… Finance… 控制… 財務總監… 這些… 基本上… 如果… 那個歷歷… 裡面… 除了大學… 沒有… 一兩個… 提前的那些… 基本上… 你會見到… 都比較少… 所以… 如果… 大家有時間的話… 那我的經驗都挺鼓勵大家,其實無論哪個 Qualification 來說,在大家的 career 上面的發展,其實有一個 Qualification 最好,當然 CFA 我會看就是一個 最佳的選擇 保險公司,然後 Accounting 那些 就更加不再講了,其實 這個給大家一個 idea,其實 如果大家有找過功,或者之前找過功,或者最近找過功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見到 在那個Qualification,即是要求上面,有時都會說 我CFA Prefer,或者是CPA Prefer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 給一些signal,或者是一些indication 其實好像我剛才那樣說,其實 現在的僱主 有這麼大的競爭底下,有這麼多 大學畢業生,因為現在大學畢業 都是一個基本的門檻 那究竟其實有些什麼東西 是幫到大家可以突圍而出呢 那這個就是一些,真是在那幾間銀行 那幾間公司裏面,給大家看到一個 reference 其實CFA呢,在很多銀行相關的公眾裏面,其實都會 很清晰地列出來的 好了,那這裏我想是一些基本的統計 那這裏我想不需要我特別多說 那我可以去得快一點點 說起CFA的program CFA就一定是我們美國CFA Institute 去manage的一個全球認可的資歷 那我想以這麼多個資歷來講 你要找一個是全球認可 無論你是英美,甚至 即是如果你說大家喜歡跑大陸市場的 我想你在一個論壇上面要找 或者有一些排名 說金融業的資歷 我想一個除了不算NBA 因為NBA其實很視乎你是哪間學校的 我想如果選一個資歷就一定是CFA的了 是的,這個真是不易之選 是的,那講起CFA的program 是的,那我講講entrance requirement 那entrance requirement 裡面其實基本上 我想大家都會fulfill到的了 那基本上呢,其實就 是的,隨便坐 是的,那你 基本上第一,最簡單的就是大家有個大學的學位 那大學的學位其實就很容易 就是很容易得到的 是的,那你見到這裏寫是US Bachelor 其實基本上任何大學都沒有問題 所以大家報的時候 其實給一些基本的關於你的qualification 其實我想對方,就是CFA Institute 他都會接受的了 是的,那去回這一個第二點呢 就是不知道在座各位 我見在座各位很多都很年輕 可能都apply to 你們的 就是說,如果我讀大學 我是未畢業 是不是我要畢業了 拿到一張sirc才可以讀這個CFA的課程呢 其實就不是的 是的,就是好像我的例子 其實我那時候讀CFA Level 1 就是十多年前 是的,其實正正就是我大學的 那時候con you的final year去考的 是的,那當然如果大家是很早投身這個社會大學的 那有足夠的工作經驗 不一定是金融的經驗 其實你給到少許證明的經驗 其實你都可以讀的了 其實 要做charter holder呢 那很簡單的 pass三個level 大家都知道CFA有三個level 有四年相關經驗 還有最重要呢 就是我想我想 我想講的就是兩個所謂的sponsor statement 是的,那 那三個level 你要去pass 我想都很容易去理解的 那但是 你說四年 即是四十八個月 相關工作經驗 或者譬如兩個sponsor 的statement 會不會很難去達到這個目標呢 其實呢 很坦白地說 是絕對不會難的 是的 而基本上呢 我都經常做這個sponsor 的 role 是的 譬如 我有不少的朋友去考完整個三個level 但是最初可能大家都會擔心 就說 哇,要不需要我一定要去 真的要給個盤 我去做基金經理 要不需要 我要做一些是 很高級的role 是的,或者很高級的position 我才可以 有這個qualification 說我有relevant experience 其實是絕對不需要的 是的 那基本上呢 我想 當然又不能太離行離辣 如果你完全是另一個行業 你都很難可以說自己是relevant 但是其實 只要你是個機構 其實都是 譬如 可能你一個銀行 無論你什麼職位 你有工作層面 你handle的一些資料 或者你handle一些工種 其實relevant to 這個行業的話 哪怕 就是我最簡單的 最用一個最 怎麼說呢 最現實 最實際的情況 就是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做保險的 是的 保險其實牽涉的產品 你知道金融世界 其實保險不僅是人獸 保險都是一些投資成分 其實在他的情況 他考完 夠48個月 在他的情況 就是保險的工作經驗 其實都很容易 就可以certify到 qualify到 Sponsor statement 這個更簡單 這個就是基本上 他到時就會被你 注入兩個 contact的聯絡資料 這個就是考驗大家 平時認識朋友 多不多的時候 只要大家有兩位 或以上的 sefer holder 你打完他的資料 譬如打我的資料 過程裏面 會 cover那個地方 那 Level 1,2,3 Level 1,2,3 裡面其實 每個部分 其實都有去 難處理的地方 由於我們 今次就是一個 入門的Level 1 的簡介 所以我想 給多一點 hense 大家 Level 2,3 我未必會說那麼多 但是Level 1 其實難度來說 不是特別難 就算大家本科 或者大家undergrad 不是讀這個finance 其實都一定沒有問題 最重要 我想highlight這一句 就是Level 1 考的內容的層面 就非常廣 對我們的好處就是 每樣都會被大家 涉獵到 不會那麼悶 亦都不用每個topic 研到可以那麼 那麼優勢 因為太優勢 可能大家覺得 太technical 但是 變了 由於每個topic 都不會太優勢 但是 去cover的內容 就很多 所以Level 1 我們要pass 我們的特點 就是我們要practice 得多 以及我們要涉獵的concept 就不可以太focus 在一兩個 簡單一點 跟大家說 就是不能去貼題 題目有哪些呢 最重要 其實就是 你會見到 在weight 就是比重那裡 都會看得出的 其實 在這麼多個topic裡面 比重最高 就是ethical 和professional standards 這個area 你會見到15至20分 究竟考什麼呢 其實 正正就是考ethical 和professional standards 在我上次那一節時間 即今年上半年教的經驗 我想這一節 老實說 是一個最悶最悶的環節 這個 不過就是一個 我想 無論是CFA 或者其他一些重要的資歷 來講 其實都非常 重視 大家對於ethical professional的標準 因為今時今日 其實太多不同的情況 很需要運用大家的judgment 而CFA 都看得很重 這方面的東西 有些什麼 有quantitative methods 有economics 即是經濟 有financial reporting 即是accounting 包括equity investment 即是待會有我們的sample section 另外我們有fixed income fixed income是固定收益投資 譬如大家買債券 或者大家譬如買一些 除了債券以外國債 那些都是一個我們叫fixed income derivatives 我們都會cover的 就是一些衍生產品 衍生產品 我想早期少少聽得最多 就是所謂的accumulator 在那個課程裡面 我們未必cover這麼多 但是也有一些很重要的concept 是可以有不少的example 大家是有機會會涉獵到的 那alternative investment 就是另類投資 其實所謂alternative investment 另類投資 就很闊很闊的 有車有畫 或者甚至有些人買得很刁鑽的 買珠寶那些 其實都牽涉 都可以是關於這個alternative investment 最後有個簡單的環節 就叫做portfolio management 新制 最後 我想在這個session的尾段 其實我們的 Kaplan學校的老師都會cover到 對大家有個好消息 就是由2021年開始 由於COVID-19 以往level1只有兩轉 我想大家都熟 一個是6月 一個是12月 但是接下來 就好消息 就是一年 無論21 22都好 你會見到 對 level1 都會有四個session 所以基本上一年 大家最少最少 如果level1 你一次可能miss了 沒有去考試 或者可能那次表現得不太好 但是其實都可以 在同一年 catch up 到有另一個session 好了 最簡單的情況 或者大家如果 Aim High 想我要 砰砰去pass 那這個scenario是怎樣 可以看下面 因為大家 報這個課程 我想要去準備的考試 最早就是21年的5月 如果大家在21年的5月 即明年5月 是take level1 一take pass 最快最快 你就可以參加2022年2月的level2 又一take pass 大家其實在11月同一年 2022年11月的時候 基本上 你pass my level3 再加上 如果大家之前有一定的工作經驗 其實已經可以claim自己 做一個charter holder 所以這個 是比我那個年代 即幾個generation之前 其實已經方便了很多 好了 我講完這一部分 我們就去我們今天的sample seminar 就是我們equity section 除了在那個時間不同了 其實呢 今年的level1 或者今年打核的level1 第一 它轉為computer base 即大家減少大家的社交接觸 第二 其實都縮短了少少少的 今年呢 都是分上午下午section 但是呢 上午section呢 其實呢 以前就是三個小時 現在你會見到呢 其實是2個小時 015分鐘 以前題目有120條 現在的題目呢 其實只有90條 所以呢 其實呢 以那個work load來講 雖然cover的內容呢 今年和 即明年那個 21年和今年的課程 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呢 對於你要去考的時候 浪費你的時間 你那個精神壓力呢 其實呢 明年打核是小了很多很多的了 已經 好了 那pass rate 就因為它是一個 很受認證的一個資歷 你會見到其實 每年的pass rate 都是不高的 除了level3 有時候pass rate 會高過50% 好了 那caplan 我想 大家看桌上面呢 其實有3套material的 如果大家只報cfa 自收呢 就拿到這一套 這個它會寄到給你的 如果大家報caplan 就是學校的課程呢 就有這兩套 具體 就是不用我黑銷 其實就 我想簡單點這樣講 其實分別就是說 如果你只報的話呢 你都會有一個完整的 一個material 那那個就是 像大家如果是讀大學時期 譬如上課的 那些textbook為主 是很comprehensive 一定會齊的 當然 Claplan 就是為什麼它每年 都offer這麼多round 不同的考試呢 其實就是它會將 等一下會 show 給大家看 它會將一些 課本的一些 就是好像textbook 編排的形式 它會將它 去visualize 去圖像化 那更加呢 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它有很多呢 對大家去pass 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很多呢 很relevant的一些Q&A 還有我們有我們的 Mock exam 的 correction 好了 那今天呢 就是 我們有一個demo lecture Demo lecture 那裏呢 我們就主要是 包括equity equity equity 剛才我想 在個weight那裏 大家看過 其實這個weight是不準的 因為呢 來近21年開始 它的weight 其實就變了一個百分比的了 就是它有個range 但是其實 就算小極呢 它都是約摩十幾個percent 左右的 是的 那equity 是大家最 我想如果你說一種資產來講 大家最熟 那麼多種呢 除了買磚頭買樓之外 香港人最熟就是股票 那equity就是股權投資 也都是 我想 除了樓之外 香港人最喜歡的投資了 是的 那今天呢 有個簡單的sample section 給大家有個感覺 就是說 如果大家上課的話 究竟的material 是哪些material呢 還有 究竟考試的話 我們上課的時候 會怎樣prep大家 會怎樣幫大家準備考試的內容呢 那今天我們去拿的其中一個section呢 就是講market的 那market幾樣東西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講一個 我們叫market organization 和structure 那不會有時間 蓋上所有內容的了 因為實際去到 education program 基本上每個 譬如你說equity的topic 我們都不會一堂教完的了 那一般來說呢 就分三至四堂 那每堂在我們這個課程裡面 就是三個小時 好 那我很快趕少少給大家一個感覺 其實 在screen上面看到呢 就是正正大家考試 或者應該這麼說 大家上課的時候 會見到的slide了 是的 那我們就不會把一些 很大量的文字 就是書上面 大家看到 那本白色書上面 看到的文字 show給大家 是的 那在equity這一課呢 就是如果大家上課 都會再高呼了 其實equity我們學些什麼呢 我們就會說 第一部分 我們有一個很概括很概括 跟大家說 究竟所謂的金融制度是什麼呢 是的 簡單一點就這麼說 我想其實這三個point 都列出得都幾清晰的了 簡單一點就這麼說 其實一個金融制度 是的 其實任何社會都需要的 是的 只不過香港是特別發達 其實它的主要的作用呢 是的 第一呢 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可以容許一些企業 或者個人呢 可以容易可以去借錢 可以去存錢 是的 或者如果是企業 它除了借錢和存錢 其實它還可以發股權發債 是的 那這些其實 各種的行為 其實主要 如果用一個概念一點的形式去說呢 其實呢 就是令到市場的資金 或者那個地方的資金呢 更加靈活的運用 就是說有些人 多了些資源 多了些錢的 就可以呢 在一個風險 去想選擇的風險的情況 去想選擇的一個 預期的回報情況 可以是投資 或者可以是借給有需要的企業 或者有需要的個人 那這個是整體一個 我們說的一個financial system 去那個主要作用 好了 那我們在一個financial system 我們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investor 那investor 不用說就是一定是 你想有一個 在over the time 是的 一段時間之內 你想有一個很好的回報 這個就是 我們看的一個 就是一個 其中 在一個financial system裡面 一個最主要的角色 是的 那另外我想 就是說多一點 就是一個叫hatcher 如果大家不是做開這一行 可能都未必知道 這個hatcher 為什麼 那hatcher 就是一個 我們叫一個對沖 去對沖的一個個體 對沖的意思就是說 他想透過參與這個金融市場 可以平衡這個金融市場 去面對的風險 比如舉個例子 等一下會有個case 要大家計算少少數 那那個例子裡面 其實都會cover到的了 是的 好了 那equity 就是在這個section裡來講 其實是其中一種資產來的 那 我們在servi的課程 其實我們做幾種資產的 包括我們會有fixed income fixed income就是一個固定的收益投資 我們是alternative investment 就是另類投資 例如一些bill 或者是一些股東 那些都是的 是的 那 除了講這幾類的分別 不同的投資 其實呢 所謂的資產 我們還有另外一些角度 比如一個最簡單 就是financial 和一個real asset real asset就是磚頭 一定是real asset 就是你們見到的實物 這個就是real asset financial asset 那大家見到最多了 那股票這些就是financial asset 就是一些有實質的價值 但是呢 那樣東西本身不是 可能是一個 你見到可能是一張紙 你見到可能是一個record 在公司註冊處 見到你一個權益 那個就是financial asset 那債券和equity 就是股權收益 也是兩個不同的角度 是的 那我不逐樣逐樣比較 想說多一點就是public和private 所謂的public的security 就是一些上了市的資產 是的 那包括譬如香港來講呢 就有主版 香港來講也有一個 我們叫做創業版 是的 那不同國家 如果我們一些公司 它的權益是上了市 或者我們go listed 我們這樣叫 是的 那它的資產呢 我們就叫做public security 當然如果私人公司 是的 譬如在香港來講 有些很出名的私人公司 之前是public的 其實它都有不同的原因 想私有化它 私有化了它 譬如 我想最近最大單 有利峰 是的 即是Lian峰 現在又私有化了 是的 或者其實 吳光正 即是匯德峰旗下 是的 那它都將匯德峰 其實都私有化了它 那這些都是一些例子 其實是哪一 即是怎樣去定義一個 private security 是的 所以呢 其實就沒有一個 絕對的定義 說是不是public 一定是好些 是的 private一定好些 當然如果是public的話 你公司如果是 多些transparency 你拿到資金的渠道 理論上應該高很多的 那市場方面呢 講完我們不同的資產 那我們都可以講講市場 那市場方面呢 其實呢 最主要有幾種分類 我想我可以highlight在這裡 就是primary 和secondary 是的 所謂primary market 其實CFA可能是一條考試 就問大家對於primary market的 concept的理解 是的 所謂primary primary market 就是我們平時 抽身股 是的 IPO 這些就屬於primary market 是的 即是呢 他issue出來 他發行的資產呢 是從來未發行過的 secondary market 就是呢 他的資產呢 其實是發行了 你賣給第二個 是的 那大家概念上 可以怎麼想呢 就是抽身樓 就是primary market 直接跟地產商買 往往住過 買完回來 二手樓trade 那些就是二手市場 在CFA角落來說 我們這個二手市場 正正就是secondary market 好了 那我再舉多一個例子 因為逐個逐個說 可能會顯得比較長 就是capital market 和money market 是的 money market 就是主要是參與 小過等於一年的一些asset 我們叫money market capital market 是大過一年 是的 的asset呢 我們就叫做capital market 是的 不過當然 這個所謂money market capital market 其實不是我們平時 個體會參與 我們平時個體會參與 譬如廣交所 我們在香港買賣股票 其實那些就沒有分money market 和capital market 但是如果大家 從事這個行業 大家想看 譬如買個債券 或者你想買一些短期的 未必是債券 譬如可能是政府出的 美國國債 如果你的六個月九個月 即年期只剩下六個月九個月 那些就是money market 如果是大家平時常聽到的 什麽十年期 十五年期 三十年 美國國債 那些有capital market 好了 那我們今天就是學equity 是的 那CFA都會cover fixed income 是的 亦都會cover 我們一些alternative investment 那哪些是屬於alternative investment 其實這一隻 我們叫accept best security 都是屬於alternative investment 另類投資 那寫得快 不會很寫得慣的screen 所以寫得比較快些少 那我們除了提前說過幾大類的投資 或者資產 其實貨幣都屬於是的 但是當然了 就是你很少人會買個貨幣 或者投資的 是的 以前會有 以前最經常大家會說的一個貨幣 就是人民幣 即當人民幣不斷升不斷升 是的 以前可能一港幣對1.1 1.2人民幣 曾經最高最高的時候 其實你一元港幣可能換到七號幾指 七號八七號九 即人民幣升到最高那個時刻 其實你可能拿人民幣好過你買股票的 因為人民幣那時候的息口 可能你隨便擺到銀行都成四五厘 所以最起碼同期來說更好過你買匯豐去收息 但是這一件事當然現在那個金融制度 其實大家都在那裡印銀子 大家都減息 其實很少人會說真的用一個 currency 做一個保值 或者用一個 currency 去幫你去有一個固定的收益 那 commodity 都是很少很少人說的 即是你買大宗商品 其實可以這樣說 其實大宗商品當然是金銀銅鐵石 金不是 但是銅銅鐵這些類似 或者煤這些 油這些 都是屬於大宗商品的 我們叫 commodity 是 但是因為自從我想十年八年前之後 其實一直到現在 甚至最近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就是 新聞來說 聽得最多 好 關於大宗商品 就是最近 新加坡那間公司 那間應該是叫做興隆 是的 那就是令到 某香港大銀行人 虧了幾十億 那間公司就是做這個 commodity 大宗商品 好 好 好 那我想給大家一個 exercise 那這個 exercise就是關於兩個 concept 就關於我們一個 equity 的 concept 是的 第一個 concept 其實這個就不需要去到計算 因為我們今天的課程就不需要大家去計算 那所謂什麼為之 selling shot 就是我們去沽空 是的 那沽空來講 簡單來說 就是如果你看股票是跌的話 譬如我覺得匯豐今天升到四十塊 是的 我覺得它遲早去到三十塊 那我怎樣可以去沽空它呢 第一 就不是人人都可以沽空 因為沽空得例 你會見到沽空的步驟是什麼呢 就是說 首先理論上你是跟一些金融機構去借貨 譬如我想沽空匯豐 那我沽空譬如說一百股匯豐 舉個例子 那我去借貨呢 就是說我手上沒有這個貨的 我手上可能是說 這個一股匯豐都沒有 那我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跟金融機構 如果它肯跟我們做這個生意呢 我們就首先就是 跟它借 用一個 某一個固定的一個 價格呢 就跟它借這批貨 那你覺得你沽空它 因為你看它會跌 如果它四十塊 你借完就馬上賣了它 好了 那但是呢 你借完些貨 你要還回給那個金融機構 那所謂還回給那個金融機構 就是說 如果它跌到三十塊 那就是說 到時你用三十塊買回股票 那你中間那個差價 就是你賺了那個 那這個就是一個沽空 那沽空 那沽空 去到真正CFA課程 其實我們會有一些 例如有些數 給大家去計算一下 那所以這裡 其實很快地講講 這個概念 那今天呢 最後的重點 其實主要就是 講買孖展 那這裡是今天 真的會 有些數 會和大家計算一下 對啦 都給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說 如果在一個CFA的課程底下 那究竟 我要考試 或者我做一條 題目 那究竟一條題目 大概的 structure 會是怎樣的呢 是的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topic 來的 那所謂買孖展 其實最近就是 大家最有idea 一定是我們的 馬藝金服 是的 那由於一些 大家都幾出乎 意料的原因 那它最後上不了市 那但是其實都不少人呢 大手大手去買 這個 馬藝金服的 是的 那很多時候 很多人買馬藝金服 其實它不需要自己 拿錢出來的 它就是想做的動作 就是抽 是的 那所謂抽馬展 和銀行借馬展 其實簡單一點 就是我們這裡的concept 就是我們 buying stock or margin 那有兩個重要的概念 第一 就是一個margin requirement 是的 那第二 就是一個maintenance margin 是的 那我先說第一件事 margin requirement 就是你要去買一個銀馬的股票 是的 那究竟你自己 譬如一百元 你要拿百分之幾多出來 這個就是margin requirement 那如果是50%的 譬如一會兒有個題目 那你就是說 你買一百元的股票 你拿50 別人借50給你 這個就是margin requirement 好了 那另一個concept 就叫maintenance margin 那一會兒有個題目 大家就會有個感覺 就說 什麼是maintenance margin 是的 那我在這裡先說了一點點 concept maintenance margin 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跟銀行借錢 去買這批股票 那如果去升的話 當然銀行的風險是沒有什麼 但是股票不一定是長升 你可能買人買藝 借了一筆錢 他不斷插下去 不斷插水 那我們去到某個位 呢銀行 或者你其他的證券行 他要保障他的風險 其實就有個概念 那個概念 就叫做maintenance margin 就是說呢 如果到期時 你出的錢 是的 因為你這筆錢 已經放了一批股票 跌到去某個價值的時候 是的 那那個呢 如果低過某個價值 其實呢 你一不就補倉 是的 我們叫要是呢 我們有另一個term 就是很邪我們說 就是叫斬倉 就是說呢 低過某個水平的話 其實銀行就可以 有權將你拿到的 即你買的股票 就沽了去還了你借他的錢 那我給個例子大家 那 首先呢 我們計一計 一個return on margin 那這個就容易去理解的 我買1000股 我買margin的 那呢 我有60塊一股 是的 因為我買margin的時候 當時的股票是60塊 那這次第一部分呢 他會給了資料你 就是initial margin requirement 就是50% 那這個margin loan rate呢 就是2% 是的 那2%其實都很便宜的 不過都便宜不過 我想大家最近 如果有抽螞蟻呢 大部分銀行 都在說1.0幾 有些甚至我聽過呢 如果你是大客人 你是大到去 可能是去到私人銀行級別 或者超 我們叫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 基本上低過1都有的 其實是 不過這個例子 給大家看看 就是當2% 那 stock place and new dividend 就是0.4元 即是4毫子一股 是的 那你買賣股票 都要給commission 是的 那這次呢 說的是 無論你買 和賣 其實都要給0.1% 是的 第一 想你計算兩樣東西 是的 第一呢 就是計這個leverage ratio 第二 計個return 這個leverage ratio 很簡單 就是一除以initial margin requirement 那initial margin requirement 這裡給了你 就是這個數 50% 這個數 那所以呢 你將1除以initial margin requirement 那個value呢 就是這裡 就是1除50% 即1除0.5 這個2這個值呢 就是我們叫leverage ratio 那leverage ratio 代表什麼呢 如果它2的話 就代表你買margin 你的leverage是2 如果你買margin 那隻股票 是升了10% 那理論上 扣除你的利息開支 扣除你其他洗費的話呢 其實呢 你理論上的回報率呢 就是將這10% 乘以leverage ratio 就是2 那就是20% 是的 那這個就是 可能是一個很簡單的CFA 你會面對的題目 那當然出到的話 那你當然不需要分半鐘 就可能是你三天就已經算到 是的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這裡了 就是我們叫 Return on Margin Position 就是說我們 總回報是怎樣的 那剛才說過了 就去60元買一股 那所謂的 Return on Margin Investment 就是說你買這個投資 買margin 究竟總回報百分比是多少呢 那如果那個leverage ratio 是0.5的 是的 那0.5來說呢 其實呢 我0.5中間呢 其實 就是我要出的錢 就是60元一股 乘1000 就是6萬元 那乘0.5 就是其實呢 我出呢 如果我是用這個提仙的情況去做margin 我出3萬元 那我還有什麼洗費呢 那當然就每股提仙說過 就是要給1千 0.01 作為一個commission 那總共要給的錢 就是3萬0.10元 是的 那如果那個股票是升到66元 那66元 到時我要去賣了那些股票 那我的回報是多少 第一 66元裡面 我有一千股 那所以呢 我就首先 賣股票就收到66.6萬 那接著扣除什麼呢 扣除利息 利息呢 因為我出了3萬 我借3萬 所以利息就將3萬乘2% 利息就是600元 另外呢 我賣了1000股 那跟我買一樣 買賣我都要收一仙 作為一仙一股 作為手續費 所以呢 我的手續費呢 都要給回這個10元 那再減回還了那3萬元 是的 但是同時我有一個得益的 得益就是我有一個dividend 因為我賣的時候 我在中間我會收到dividend dividend 就是4毫子一股 那total就有400元 那總共我賣完呢 就拿到這個數了 35,000多 那用一個簡單的數學 對了 將35,790 減本身的銀碼就是30,10 除回30,10 那這個呢 是的 就是我們的total return 就19.26% 那你會大概見到呢 其實呢 差不多 因為它的leverage ratio 是2 那你見到其實差不多 和提先介紹的損息差不多 如果呢 它弱幕 去這裡的return 其實就等於 提先說的 就將你的leverage 乘以那個回報 那個回報 因為這次 underline的股票 由66元 由60元 升到66元 即10% 那所以呢 弱幕是等於2乘20% 即20% 那它的差額呢 其實就是那些commission 或者是其他的利息開支 是的 那 今次這部分呢 我們on 最後的margin call 這一部分呢 那我可以留給大家 去看看 這裡 是的 由於時間關係 可能今天就的 我們的seminar 即equity的section 就差不多 是的 在我Q&A之前 可能caphan那邊 可能都 有少少內容 可以補充 如果大家真的 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 待會完了之後 可以再跟我去 即可以 隨時過來問我都可以